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谷天乐 林家栋 雪儿 今天就在香港出席电影《杀破狼 贪狼》的庆功宴 电影在香港已经有接近800万票房 成为港产片暑假党籍冠军 而在内地更净收超过5亿 大家都应该非常满意这个成绩吧 非常满意这个票房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我们整个剧组 尤其是拍到力不适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机会真的票房好的时候 真的要等到今天才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饭 既然这么开心 待会的抽奖环节 谷仔也应该要自掏腰包 慰绕一下工作人员吧 真的吗 有抽奖 我太开心了 我好像没有带情报 我开玩笑一定贵 就一定贵 酒味露面的雪儿 这次就付出跟鼓仔饰演夫妻 两人自寻情继后 相隔18年再度合作 又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呢 非常难忘我跟他只拍了一天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开车 你觉得我开车好不好 开车很好 对可以去比赛 好 当然因为我觉得 尤其由开始到拍摄到完成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整部戏对我来说 就有几强是对我的心情的影响非常的大的 有时候我跟导演在聊天的时候说到 真的很惨的一件事 一个爸爸过去泰国找自己的女儿 最终是女儿找不到自己也回不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被爱的一个故事 不过原来他们两个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私底下也是好朋友啊 其实我平常也有跟他联络的 有时候他过来香港也可以找我吃饭 所以这次我们碰面 不时过了十多年才碰面 我们一直以来都要沟通 我们通常聊的东西都是 吃东西哪里吃东西好 去哪里旅行 去哪里好玩 所以 可是算是第一次一起合作 很多年隔很多年一起合作 其实也觉得很很顺利吧 古仔这次在电影中有连场打戏 破格的演出就令观众眼前一亮 纷纷看好古仔成为下一届的金像影帝哦 我觉得拿不拿奖 对我来说是 我也是管不了 但是我最开心能拍到一部好的电影 我觉得最重要是 作为演员 最重要是演好自己的戏吧 未来的是未来才知道的 那已经容身影帝的林家栋又怎么看呢 当然支持啦 因为是 我想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是 蛮多电影是 不光是香港电影 包括合法的电影是 他的演出是蛮特殊的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有提名 当然能不能拿就是啊 我相信很多对手 要看他自己了 不过加洞就非常欣赏古仔的演出啊 就是在那个 太平街那一场戏 他看见女儿的尸体啊 他就是他 他最后那场跟我对戏的 他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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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平均来说是 一整步是他是 没有听过来 让观众的情绪不停的熄熄复复 你们这样剧透下去 叫还没去看电影的小编怎么办呢 香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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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